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好了 疗剂我们叫做白屈菜素 Chaledonia Majors Chaledonia Majors 英文是Chaledonia Majors Chaledonia Majors Chaledonia Majors 白屈菜素 这种植物 如果你是打开来 你会见到一些汁 那些汁 黑落皮肤 就会出现皮肤出现起泡 这些汁是黄色的 就好像我们的胆汁一样 可能早然是根据医营保营的医疗理念 就当时被用在一些和肝有关的问题 好了 Chaledonia Majors 白屈菜素 是一个主要的肝的疗剂 尤其是要处理一些婴儿的黄胆症 OK 但在同学疗法 婴儿黄胆症都有好几种疗剂 除了现在介绍的白屈菜素 其实我们也有不同的疗剂 是可以帮助一些婴儿黄胆的 你知道 有时有些小孩出生的时候 就出现婴儿黄胆 通常在医院里面都会观察它 或者用一些蓝灯照 就不会让他们即时出院 好了 我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那我有些什么疗剂可以处理呢 除了这次介绍的白屈菜素 Chaledonia Majors 还有一个疗剂是China Quina 就是甘鸡蜜 甘鸡蜜 甘鸡蜜是一个处理婴儿黄胆的疗剂 还有就是卵 Phosphorus Chamomilla Chamomilla 这几只 罗马金谷 这几只可以处理 那我们如何去分辨呢 如果我们遇到症状是Chamomile 那罗马金谷 这几只可以处理 那我们如何去分辨呢 如果我们遇到症状是Chamomile 如果我们遇到症状是Chamomile 那罗马金谷 那除非有隆型的症状是Chamomile 则算是Chamomile 那就是Chamomile 那你可能会用Chamomile 那众马金谷 那如果是轮型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症状 那些心蚌仔 那些轮型的婴儿 那个黄胆症 通常没有什么症状 那如果是金鸡纳China 通常会有些气障 腹气障 腹痛 加上黄胆 那这样 所以似乎我们的症状 白屈塞素刺了当年是一个很偏向右边的疗剂 所以有时候它遇到这个问题 可能膝头膏是右的膝头膏,右的宽关节 肝肝当然是身体的右边,还有右边的肩膊 肩膊和肩膊这方面 白屈塞素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症状 就是在右肩隔骨下方的三角尖位 有一种很尖弱的疼 这就是一种反射疼 肝部的问题 反射到右肩隔骨尖的疼 下方有一种尖弱的疼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症状 如果你看到这个症状 你必须要记得白屈塞素的尿剂 好了,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那些头痛 尤其是右眼上方的那种头痛 我们叫做膽质性的头痛 就是用Bilius headache 这个就是疼剂的症状 通常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见到口有恶眉 蜊胎的蜊变黄 通常人是比较敏症的 就是肝火性的这种敏症 有时候甚至乎是吐膽汁 嘔吐膽汁 好了,黄是很重要的 就是黄的蜊 黄的皮肤 黄眼 黄眼 就是很典型的肝肝 黄胆的症状 分辨黄 或者是没有颜色的 Clay color 就是一种好像 没有了膽汁的那种 白白的黏土的分辨 这个都是一个疗剂的症状 好了,我遇到一些肝炎 有两个主要疗剂 通常轮是我们的第一个疗剂 而白屈菜素 是属于第二个 就是排第一第一第二 白屈菜素是中饮牛奶 一个重要关键的症状 白屈菜素的病人 是很中饮热的东西 和吃热的食物 越热越好 如果他喝茶得好 他要不断地加热加热 他不喜欢喝冰 有时候热到差不多是 他就会用热的 他喜欢吃热的汤 所以很多我们的肝的疗剂 都是喜欢喝热的东西 除了轮 轮是喜欢喝冰冻的 那么新的阿斯利金 石松辣的 马前子 通常都会有肝的问题 都会有肝炎 这些病人通常喜欢喝暖的茶 而白屈菜素 是喜欢喝暖的牛奶 热的东西 在遇到百乙菜素的关节问题 通常有肝的问题 通常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关节问题 通常肝是很弱的 或者过去有喝酒的问题 喝酒过多整坏肝 有时候你们会想到关节问题 可以用白乙菜素肝的尿剂 最后肺炎 右边的肺炎 我们都可以考虑用这个尿剂 还有一个情况 这个尿剂的人通常吃东西会舒服 因为很多时候有肝问题的人 血糖都会低 那些人就不能饿 因为饿的人会弱不舒服 今天吃点会舒服点 还有白乙菜素是喜欢喝热水之外 喜欢喝冲凉也是冲热水的 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我们知道 那个Lycopodium石松型 它身体最差的时间是下午4点 而白乙菜素通常是下午4点 或者凌晨4点 都可以的 这是白乙菜素的时间方面的问题 精神状态 白乙菜素都很像马前子 我们叫做肝火性 通常有些很敏诊 很多曹炒 还有很固执 这些都是跟肝火性的人的脾气 那马前子 Chattadonia 白乙菜都是这样的 古书里面也有提及 白乙菜的人有时候敏诊气 所以你会伤害打自己的小朋友 我相信 这个马前子也是这种的疗剂 好了 白乙菜素 很多时候是用在丁剂 不是用疗剂 稀释了疗剂 很多时候是用在丁剂方面 都可以帮助的 尤其有些人低血糖 之后起床很累 喜欢吃甜食 通常都是代表肝那方面 之后起床之后不愿起床 通常是肝那方面比较弱的 好了 那同学疗法 有两个主要肝的疗剂 除了Chattadonia 白乙菜素 还有一个就是Cardius Marianas 是圣马利亚继草 圣马利亚继草 这两个是主要的 补肝的疗剂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